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今天郭主任要跟我们分享一个非常伤心的故事 这个故事来自中国 可是从中国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又可以怎么样的引以为鉴 看到美国的学生生活 郭主任您好 对 沈玲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郭主任先跟我们大概讲一下 您刚跟我提的一个初一的中国女学生的一个非常伤心的故事好吗 对 我想最近如果这些家长如果有机会 可能在网路上可能你多少都看到这样子一个消息 在中国的上海一个14岁的女学生 因为这个承受太大的这个父母的期望跟课业的压力 在这个整个社会上跟家庭给她过多的压力的时候 她选择了跳楼自杀 那跳楼的事情很多 其实韩国跳得比中国更多 就是他们压力更大 大学生自杀不稀奇 高中生自杀很正常 初中生也有压力 那最奇怪在韩国是连小学生都会自杀 你可以看到这些东方国家他们在念书的时候 扛了一个多大不属于他这个年级的压力 那回过来说 今天这个学生他为什么自杀 他事实上他在 他并不是成绩真正的差 或者他的道德 他的品德出了问题 在他留了一个遗书给他家长里面 他讲到说 他其实是家里面的一个honor 一个荣耀 因为接电话做人非常有礼貌 很多亲戚朋友来都夸奖他 他满足了父母在外面的这种形象的设立的人设 而在事实上呢 这个因为成绩只要不好 他被打巴掌 他被打手打腿 还用鞭子抽 我一直打到背 他每一个情节他都有讲出来 最痛的是打脸 因为打的是自尊 那到最后是因为他 因为压力太大 他说他就选择了离开 而且他讲的话说 如果有来世 大家不用再相见 其实讲的是很让人家心里滴血 那从家长的观点来看 如果说一个孩子对你养到14岁 他说一个人被毁的最大的地方 就是你只要毁掉他的童年 他这一生都毁了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难值得 就是在今天在这个节目里讨论一下 让家长更清楚看到 当这整个升学竞争 你看到的不应该只是分数 你应该看到孩子心里面的挣扎 跟他的呐喊 那你如果不能帮他 那你至少不要再加剧他这种 说人生最后从一个正面的想法 慢慢走向中性 再走向负面 最后走向毁灭 那养孩子养到最后是 他失去了人际关系 失去跟你的亲情 最后他失去了生命 我觉得都不太值得的 其实这个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一个事情 尤其是您刚刚提到 其实他是一个14岁的一个小女生 其实在节目之前 我们也看过这个视频 也看到他的遗书 我看到他的遗书 我觉得他像是一个84岁的一个 经历了人生冷暖的一位 很有智慧的一位女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字字珠迹 把自己遭受到的整个事情 完整的写了一次 可是就算遭受到了之后 他还把自己的压岁钱 还给了爸爸妈妈 觉得就是你养我 生我的钱我还给你 还把奶奶也都想到了 最后是提醒到爸爸妈妈 希望不要像对他这样的来对弟弟 想得非常周全 14岁的我们 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大的课业压力 可是亚裔的家长们 会不会也把这样的情形 投射在美国的学生上面呢 其实这里面你可以再反映出一个 他们在教育这孩子 在某些地方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 孩子就到自杀之前提醒他家长 他跟图书馆建了三本书 你一定要去还 那把我的这些东西 如果同学有喜欢的都送给他们 然后拿他的零用钱里面去买棒棒糖 还指名哪一个牌子去请大家吃 所以他其实对人是关怀的 对这个社会是关心的 关心他奶奶 关心他弟弟 他唯一只是做的不够好 只在学业成绩 在分数上没有达到他父母的期望 遭到的都是一些独打谩骂 说他在做功课之后 房间里传来 他在那边慢骂的 吵闹的这种声音在骂他 所以其实这个故事 我觉得让我们所有的家长 不管在美国 在中国 在亚洲的这些家长 都应该做一个深思 做一个觉醒 就说我们在引导孩子念书的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给了他一些 不属于他在现在该承受的压力 跟这个task 这个目标 这应该再更成熟一点 美国大学教育常常都在讲一件事情 当一个孩子只有17岁的时候 要他决定人生的目标 选大学 选科系 选职业 甚至选这一生的发展 那你想想看 你要他在申请大学填表的时候选 那你之前给了他什么辅导 Nothing 你没有 你只叫他逼他念书 念功课 也许成绩都是A 对我有很多学生 Straight A SAT考得很高分 可是对人生 完全是一无所知 自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要做什么 所以在这个盲点在这上面来讲的话 其实很多的孩子 他是有视 视力上没问题 可在视野上面 在Vision上面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这个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了 就是最近Northand Michigan University 里面有一位English professor 这个English professor呢 就把您刚刚提到的这个 学生 可以拿Straight A 但是他们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做到 真正的有思考的能力了 在ACI南加州学院里面 您有看到这样的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倾向 如果有的话 怎么样帮他矫正过来呢 对我们如果讲来说 已经有八十几年历史的SAT考试 他这考试经过几次的转换内容 结构性的改变 他到最后他趋势是造于这 Critical Reading Critical Reading based on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一个思考性 一个批判性 能够去判断的一个逻辑思维 用这样子做一个主轴 来训练学生的语文能力 还有他的阅读能力 结果这个能力 照理讲是孩子 因为有这个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 在大学里面应该更发扬光大 但是你刚刚讲到 这个在密西根大学的这个教授说 现在的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 快要被校园里面淡忘 或赶出门了 被Push out 那这里面带来的是什么 带来的孩子 可能在他的思维更短视 所有的职业都会link到 就是连接到 我学了这个东西 我将来一个月赚多少钱 我一年赚多少钱 而不是在于说 我本身这个人的价值有多少 我能够思考 能够解决问题 能够关怀别人 能够对社会家庭有贡献 回过头来 UC加大是一个指标性的学校 为什么UC加大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他提出两个论证 两个要点 他说 What's your family contribution What's your society contribution 你对家庭的贡献 你对社会贡献在哪里 事实上也是一个责任 意思就是说 一个孩子 你书读得好 只是你是会 就是会念书的机器 这个robotic很会念书 但是如果你跟人际关系 没有互动的时候 那你永远就培养出一个 非常聪明的robotic 就叫机器人 机器人跟人类最大差别在哪里 他不懂得人情 事故 关怀 他不会去安慰你 不会去同情你 但他脑筋比你快 做事比你快 他计算能力是你的一万倍 都有可能 但是他就少了那个true heart 就是bottom 你真的作为一个人的话 因为你有一个心 你有一个mindset 有一个态度 对人之间的互动 而我们现在讲教育 来讲南加州学院教育 常常把人当作一个 以人为本的教育 事实上这个人 应该是站在你自己的核心 站在你脚跟上 再去跟周围的环境互动 包括高中 包括大学 当然初中小学也是 你所有的老师都在影响你 所有听过的演讲 这些mentor 这些灵魂的这些老师 他们在塑造你的价值观 我认为今天 从这个小孩子自杀的故事谈起 如果我们教育慢慢走偏了 过去一直讲是说分数教育 我现在讲的教育 提出另外一个论点 现在叫金钱教育 一切教育是为了冲着钱 这个目标去做的 其实这两者都不对 你是走分数 走金钱 其实都撕开 应该真正教育叫人性教育 叫人格教育 人品教育 这才是我们强调的 我们做了34年来 一直以人为本 一直告诉孩子 你成绩再好 抵不上你孝顺父母 抵不上你关心你的家庭 关心你的community or your country 他说这些价值观 其实才是大学跟整个社会 这个国家或者是大的企业 所真正重视的 而这些教育 常常在学校的教学体系 是没有办法体现出来 对 其实郭主任 一直在灌输我们一个观念 就是以人为本的观念 如何发自内心的去关怀他人 如何去孝顺父母 如何真的去把同理心的 去对待其他人 However 爸爸妈妈可能因为 从小看这个小朋友长大 他没有办法跟孩子们 真的是用同理心去对待 他唯一能看到的就是分数啊 怎么样能够在分数 还有在同理心跟以人为本 这个大环境 甚至是大学想要看到的东西 当中找到一个折中点 让大家都有个happy ending 不要有这样的sad story 在happen again 对 其实我觉得 人跟环境的互动 常决定你的位置 高度跟价值 所以我刚刚讲到 人都有视觉 视力 可是没有视野 就是说你看一个事情 能够看它后面几层的深度 或者广度 你看的这个时间点 能往前看 看一年以后的变化 或五年或十年 我觉得这些 从事教育里面的精华 就像是古代的人 对这些哲学家 思想家 文学家 他们常常是教人 把他们的感官 他们接受到宇宙的所有的信息 用他的文字语言 让更多人能够开悟他们的智慧 这个开悟智慧过程 就让人跟环境之间 就做一个完整的好的连结 而不是孤方至少 不过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富甲一方 或者我独霸天下 你这样子离开了人群 把你一个人放到月亮上 放到火星上 你什么也不是 那个星球都给你好了 What you can do 所以很多的时候 你的价值是因为跟人之间互动 而产生出你的价值 当别人需要你的时候 你才真正有价值 所以这些教育理念 应该在孩子更小的时候 除了分数 除了成绩 应该更早把这些观念 植入到孩子的心里面去 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对 其实我们好久以前 几十年来一直在讲的一句话 就是其实孩子就是一棵树苗 怎么样去灌溉 他就会怎么样的长大 而今天郭主任34年的教育经验 又再一次验证了 其实每一个孩子 都有他属于的梦想 每一个孩子 都是那一棵幼小的树苗 你要怎么样去栽培他 才可以让他成长茁壮 让他的树印 可以再照到下一代 这就是您的责任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苗